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警方凌晨两点接获报案 凤山区凤南一路有纠纷案件 警方立刻派人前往 到场了解为29岁的李姓男子 跟36岁的张姓男子 因为财务纠纷起了口角 警方现场劝阻便安抚双方的情绪 没想到在查阅资料时 意外发现张姓男子 竟然是高雄地院112年5月10号 所发布之妨碍自由通气犯 张男知道自己的身份曝光 还一度往凤南一路的巷弄逃逸 别跑了 女警立刻追赶约200公尺 张男回头看到女警 还问她说你怎么跑得这么快 吓得跌倒 遭到逮捕时还上气不接下气 信原警有所警觉 立即追捕赶上并将其逮捕 并待反锁询问后解送归案 警方最后将男子带回警局 没想到因为一起财务纠纷 意外逮到了通气犯 接下来再把时间交软给棚内主播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